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被外界批評是為學生洗腦 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委員會主席李卓芬解釋 即使是美國和加拿大這類先進國家 由小學開始都要接受國民教育 重新有關的學科是希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課程發展議會副主席張國華 出席電台節目時亦說 國民教育科不是考試科目不存在標準 評核全靠老師和家長觀察 我們很多時候有某些 很多學者都說 透過某些價值觀念的教育 令學校統整得更好 令學生抗疫能力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念 個人性格成長好些 面對社會不同的誘惑 不太好的事情 容易面對好些 他又認為 香港教師習慣與學生 討論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不相信因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出現 會令到這個做法有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譚宇宙報導